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孝顺的情况之下 我讲坦白那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讲坦白的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爸爸妈妈现在八十几岁 那八十几岁前一阵子的话 我妈妈参与一些所谓小状况 只要每一次进去医院的时候 你知道吗至少都要半个月以上 那半个月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吗一天一天 因为我不可能在旁边左侍 所以说我们就请看护 一天看护的费用是2500块 那你想想看 一个月的时间要高达将近有75000块 好先不讲父母 再讲我家的小狗好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吗 小狗如果说你有空到Costco 讲Costco应该没关系 你看他们狗飼料的一个品牌 有很多种国产的价格 跟洋产 洋产就来自美国啊 来自澳大利亚 或是来自于纽西兰的价格 那是叫天差地缘 那么到底是用国产的 还是用洋产的 你就不用问我嘛 因为有些人就是从洋媚外说 使用国外的夜随飼料 狗可以活比较久 结果大家都在从洋媚外的情况之下 我也坑着从洋媚外 那不管是孝敬父母 不管是从洋媚外 要去飼养我家的小狗 我请问大家 我所需要的一个所谓花费 会不会非常非常高 那同样的 我讲坦白的这一阵子 这一阵子 我说真的就股市的夜随角度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美好 可是我请问大家 我请问大家 那你在想想看你的亲朋好友 这一波不管是做股票 不管是做期货 不管是做选择权 有赚钱吗 甚至有很多人输到 一个所谓脱裤子 因为做错边 那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真实 而且非常强烈的建议 再来一遍 四天的年假 我们就轻松一点 首先呢 你要了解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架 包括一个所谓多空主义心态 它反而是利用均线成交量 KT乃至于波浪理论 来做散户的欺骗 就像你想想看 上上礼拜 当台北股市出现回档 或是当时在3月11号的时候 当时外资一口气 卖了110亿 或是在2月12号的时候 当时IMF总裁跟你讲说 这边还有一道赏关 就像当时在1月15号的时候 就像阿里巴巴总裁说 全世界经济有问题 就像当时在1月4号的时候 台北股市穿交波动的低点 你会不会认为要崩盘 这个时候你可能很好奇 谢老师 你为什么你背得起来 那不是用背的 那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 每一个所谓交易上面的历程 那你知道吗 短短的1月份 短短的一个2月份 短短的一个所谓3月份 如果每一个月都能够掌握 千点的一个所谓波动 我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心动 那问题这个千点的一个所谓波动 难道是我谢文安嘴巴讲讲而已吗 那问题为什么 我都敢在节目当中 事前去跟大家做预告 因为很简单 在那边哦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作手 他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更重要的重点 主力作手很喜欢搞高点过高杀 低点破低拉的一个所谓片线 就像当时在1月2号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你说怎么可能 就一口气点了400点 就来到1月2号 看清楚哦 当时台北股市创播战新低 来到9394点 我跟你预告 政府大力的一个所谓互牌 你根本不相信 阿里巴巴的一个所谓事件 所以包括1月16号 所以包括1月29号 孟晚舟被起诉的一个事件 导致于外资一口气 卖了6700口 再来一遍 基本上 你今天 在金融商品上面的操作 如果你要赚得到钱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对数字这个东西要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敏锐 老师什么叫敏锐 来快速举例 我请问各位 我在3月中的时候 我当时有没有 应该说上个礼拜五 当时3653的建策 一根长黑黑棒 我又没有跟你预告 109.05 就是建策的一个所谓 月线关系价 那当时如果说 你要把我的话听进去 上个礼拜建策往下回撤 最低的低点 109.05 穿价成交 结果来到昨天 建策有没有亮灯涨停板 中间价差已经高达了两支涨停板 已经高达将近有20块钱 那我请问大家 难道是我刻意去背吗 很抱歉 我每天不断的月线出手 我没有时间去背这些东西 那是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的 一些所谓的基本的月线条件 就像再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人说 小师要怎么样的技术分析人 跟你一模一样的厉害 很简单 你要懂得背 你要懂得背图 我请问大家 你如果说是我的学员 你麻烦你帮我课程拿出来 里面所有的公式 你全部背起来了吗 这是很重要的 那孟晚舟事件 外资卖了六千七百口 难道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所以来到1月30号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周线红灯 你们空头又要GG了 结果呢 再来到2月12号 IMF总裁的一水利空 我跟你预告空头还是要GG 2月10号 当时台北股市在1094点 1094点 我一样跟你预告空头要GG 结果有没有先涨到10416 没错吧 所以包括2月20号台子旗拉高结算 2月27号突起来往下急杀 我一样跟你预告空头要GG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很轻松在1、2月份 每一个月都掌握千点波动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没完 基本上呢 你今天你要成功除了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学习 所谓的学习不是自我学习 不是学习KT 不是学习MACT 不是学习一个所谓波浪理论 永远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操作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更希望你能懂得去学习主力心态 除了学习主力心态之外 那更重要重点 当你学会如何计算主力心态 学会如何计算周线月线观价 你能不能够跟我一模一样 我们LINE ATT 让你得到夜水完完整的验证 进入3月份心态多心态多 然后3月7号心态由多转回一个所谓空 就3月7号心态由多转空 有没有导致于三八妇女节再变咯 等同于之前心态多先往上涨 就3月7号心态由多转空 有没有导致于三八妇女节出现往下的夜水跳水 结果三八妇女节当你看到往下跳水 又拉起来的时候 很抱歉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而且我都有跟你做预告 我说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空 有没有看得很简单 心态空心态空 3月7号主力心态空 多多多一路杀 3月8号再出现往下的跳水 跳水完之后 你自己看主力心态 是不是个飙飙准准空 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 可是这不是每一个人 你就很轻易的去计算出主力心态 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已经把主力心态 设计在你的电脑里面 设计在你的手机 设计在你的平板里面 你只要去下载我们的夜水软体 不过我这边一个先决条件 老师我的手机是五年前的手机 如果说你的手机是LKK 五年前的四年前的手机 我建议大家 你顺道把我们的夜水平板给带回去 为什么 因为我怕你传输的速度不够快 那不是个问题哦 那是你手机太老旧的夜水问题 可是你的手机 只要把它当作是一个hub 只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分享器 分享到这么精美的夜水平板皮套里面 你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主力心态 因为当你看到的夜水主力心态 你有没有很轻松掌握264点的波动 有没有很轻松的吃龙虾 吃鱼翅吃鲍鱼 我们要3月11号 经典的日子我会保留 外资卖了110亿 我要不要给你预告 要放空的时候是在3月7号3月8号放空哦 来到3月11号 外资一口气卖了110亿 我要不要给你预告 外资一天后悔 结果呢3月10号台北股市不大涨 3月13星态多 14星态又油多转空 反手放空 15跳空开高 当星态再一次油空转多 再做多嘛 为什么会转不过来 很多人说转不过来 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跟我的会员一模一样 不断的累积成功的夜水胜利 享受成功的甜美果实 我手中有100颗苹果 我丢掉一颗有没有关系 都是没有关系 我们是这样每天累积不断的夜水胜利 这是为什么我很敢做 而一般的头顾老师 永远都是空气单 永远都是一个巴勒单 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很多 就进入第三个礼拜 3月18号 也就结算那一个礼拜 预告心太多哦 再跟你预告心太多 结算那一天 上下震荡 你知道结算结算在哪里吗 结算结算在外太空去了 3月份的结算 又结算在外太空 为什么结算外太空 因为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多 这样就170点 好像3月21号 跟你预告心态还是多 但同于结算那一个礼拜 是人类历史上最简单的一个礼拜 因为每天都是主力心态 是个飙飙准准多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结算那一个礼拜 我们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有多转空 外资开始出现一个获利调节状况 结果我当时跟你预告 根本没有人相信 因为当天台北股市在高档 创下波段新高 收一根所谓的十字棒 收一根十字棒 代表它往下急杀之后 又往上做一个所谓急拉 结果在急拉的一个随过程当中 我请问我的会员 我请问你们 为什么3月22号 当台北股市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反手放空 又是同样的逻辑吗 因为我做多 我只要跟着主力心态的一个随方向 我掌握未来财富的一个随管道 那我竟然掌握到未来财富的管道 累积这么多胜利的一个随情况 我请问各位 前面做多 结果当跳空开高 心态有多转空 心态有多转空 3月21号还在买哦 3月20号跳空开高 你看到心态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的 结果我们给你预告反手放空 放空完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还没完 还给你预告 礼拜一台北股市 就是会出现大跳水的夜水状况 结果预告完之后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一最大的议题是什么 最大的议题是什么 美国公债殖利率倒挂金钩 操作不要后知后觉 我们在上上个礼拜五放空 导致于礼拜一的 一个所谓美国股市中错 做错之后就空 空完之后 你在倒挂金钩的时候 很抱歉礼拜二做多 因为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 一个所谓多 同样的 来到礼拜三先放空再做多 你的LINE 8都跟大家预告 之后跟你预告月线是一个红灯 礼拜四的时候 国际股市大跌 我们跟你预告 台湾有人在做互盘的 一个所谓动作 没错吧 甚至于礼拜四的那一天 从台子期货的一个结算 到摩根台子期货的结算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有吧 有没有跟你预告会拉高结算 结果上个礼拜四是拉高 还压低结算 没错吧 之后跟你预告 开始要拼周线的 一个所谓观念价 结果到上个礼拜五 先开高垂直往下做 一个所谓击杀 来到了一个所谓多方方的价 我们跟你预告 那就是一个买点 预告完之后 礼拜一早上起床 有没有看到 美国股市暴涨 有没有又轻松的赚钱 那我再一遍 上个礼拜五 跟你预告 主力心太空 结果上个礼拜一 你早上起床 看到美国倒挂金沟 很抱歉 已经195点了 那同样的 同样的 这一个礼拜一台北股市 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很简单 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你预告 周线月线同步 都是一个红单 就是因为周线月线同步红单 就是因为外资不离不弃 我请问各位 这一个礼拜一台北股市 有没有创下了 一随短线上的一随新高 那基本上 来到当台北股市 来到这个节股院 可能很多人在怀疑说 小时 这个行情真的还会再上去吗 我讲坦白的 如果说 你每天去吸收 这么多资讯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各位 最近你有看到利多吗 就我的角度 我没看到利多 甚至于有很多之前 不断的放空老师 跟你讲说 你要特别提防 中美贸易大战 会出现利多出现 甚至于如果说 我们不管那一群 看图说故事老师 因为手中没有多单 不断的放空 我在想一件事情 苹果的财报好不好 苹果的新产品 卖的好不好 甚至苹果连AirPod的 一个所谓AirPower的 液水充电 它都取消了 这是很大的液水杀伤力 苹果也不行 特斯拉也不行 那我请问各位 再看一下 全世界的进出口数字 包括台湾都是一模样 都是标标准准的 液水大衰退 我请问大家 这个衰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月4号的时候就衰退了 那1月4号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涨了多少点 涨了1400点 涨了1400点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先验证 这个是2月27号 给大家的 应随关键报告 结果来到礼拜一的时候 刚刚好 礼拜一老师不要脸 对啊 我关键报告 我说 我是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三 礼拜三我会给你 我说因为很难写 我有这样讲 我说你先用三月份的 应随关键报告 结果这一个礼拜一 台北股市 有没有刚好来到了720 720以上吗 那相比的部分 落在204 你知道吧 你只要能掌握 这一个所谓的区间 你知道我有的会员 甚至有很多的观众 藉由我的 一个所谓的关键报告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它的10万变成90几万 那并不难 并不难 你一定要先抓到 抓到每一个月台北股市 它可能走的 一些区间跟卖动 你自然就能够掌握未来财富 可是这边 我一个诞书 这边有点复杂在于哪里 你知道吗 我个人倾向于 四月份 我们不要说崩盘 崩盘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太沉重了 四月份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所谓的回马枪 听清楚 我们关键报告 我们开放 正式让投资朋友 做索取 你从三月份的一个验证 你的10万可以变成90万 四月份台北股市的 一个所谓完完整的区间 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知道 可是这东西真的太重要了 我只开放100个名额 你无论如何 你真的一定要好好掌握 好 听到这里 大家就想说 笑识啊 那你说四月份 会有一个回马枪 会有一个回马枪 那又会有一个回马枪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还是不要买股票好了 基本上呢 这边我就要套入 一般投股老师所跟你讲的话 个股摆旁边 个股摆冲间 指数摆旁边 我请问大家 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 台北股市是这样 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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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霹雳舞 就好像霹雳舞一模一样 那我请问各位 6213的年貌 当人家回的时候它在涨 当人家涨的时候它在回 我这样讲没错吧 我这样讲没错吧 我这样讲没错 你就有6213年貌 那同样的 那3653的应随建策 当别人在涨的时候 当将653的应随建策 当别人在涨的时候 它跟着涨 当别人在回的时候 它跟着回 我这样讲也没错吧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悬谷上面 我先把手机坐在下面 你应该 瑞君入会太多 我跟你讲 我再一遍 我不是那种四块的人 你们要听清楚 你们打地方进来 你不用去跟我讲说 你以前参加什么投过老师VIP 我根本不吃你这一套 你是VIP又怎样 我不吃这一套的 你懂我意思吗 只是VIP跟一般等级的会员 当然VIP它有Line 它有Line 它可以直接跟我做对话 跟我做对话 那么一般的一个等级的会员 你们当然是收简讯 那股票的部分也有些会不一样 那么还是老话一句 我很多VIP的一个会员 是从普通会员 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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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上来的 那你不要说呢 你代价投靠 跟我讲说 你以前参加什么投过老师 你付多少钱 那是你的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那种东西 我只负责 我只负责带你赚钱 那我是怎么样带你赚钱 很简单 做法很简单嘛 你现在再一遍吗 12月18号 所跟大家预告的 一个所谓股票 就不用再讲了 不用再讲了 你们那边找到一个老师 PA讲多久 12月1月份 2月份 3月份 3个月时间 3个月时间 一记 你问我的会员 有没有 你问我的会员 有没有 有没有 这都不想讲了 有哪个老师 一档6290的梁维 也讲3个月的 一个所谓时间 那我请问大家 我在建设什么 很简单 主力心态多 我们跟着做多 主力心态多 我们跟着放空 可是放空的前提条件 一定要大盘的月线 它是绿端 这样够清楚了 够清楚了吧 红杨梁维 五支的一个所谓掌停板 再从两维 微软到绿端 再从绿端到哪里 到哪里 6213的年帽 1月30号 就跟你预告 6213的年帽 还跟你玩乐透的 一个所谓号码 又再一次完整命中 年帽的股本 40亿 40亿的 股本平均 一个股本 我赚一块钱 会员买30张 90万 年帽 年帽 你买1000张 你也睡着觉 不是叫你现在买 不是叫你现在买 当时在1月30号的时候 跟你预告 你也不敢买 微软也不敢买 梁维也不敢买 对不对 5G大3G的 一个所谓股票 全新到昨天 还在创下 一个所谓波段 上面的一个新高 那我请问各位 到底是在比赛涨停 还是比赛预测 你要去想这个逻辑 到底你所要找的老师 是事后 每一个人都有全新 每一个人都有建策 每一个人都有联帽 还是一个老师 都事前去跟你讲 那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敢讲 而一般的投顾老师 有的叫超级冷门的股票 那有的每天看图说故事 因为很简单 他们没有主力心态 因为当你拥有的 也有些主力心态 会发生什么的好事 来在那边 第一次 这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跟你预告 3653的建策 3653建策 看到没 3653建策 104.75 又是多方的防守价 就预告完之后 当天在9点40分 穿价成交 18块5 短短4天时间 从104.5 涨到123 总共涨了18块5 要来到3月20号 建策一根长黑K棒 长黑K棒 哎呦 很多同工老师说 上升泄行再来一遍 那问题 为什么建策 我敢从头一路讲到尾 我请问大家 我麻烦大家 为什么 心态空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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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 3月22号的那一天 我跟你预告 109.05 就是建策的月线关键价 我的软体 除了给你主地心态之外 也给你多空的 一个所谓的防守价 月关键价嘛 老师真的有讲吗 不好意思 从不戴在这边 3月22号 信义房屋楼上 109.05 结果到昨天 有没有涨到129块钱 有没有 还没完 我跟你讲 时间不够 要不要先休息 这个是2月27号 给大家的 一个所谓关键报告 把它打开来看 把它打开来看 智邦有没有创新高 日月头有没有创新高 3次有机会计的超级高 233号关键有没有超级高 其后有没有超级高 一楼店有没有超级高 25次联发科有没有超级高 好 老师啦 新剧科跌下来了 4953微软跌下来了 好 我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 跌下之前 好 先来证明 我希望我会用这台电脑 因为我实在不太会用 3月27在哪里啦 2月27啦 说错了 2月27 2月27 新剧科 新剧科在那边 啊有没有多长这段 有没有多长这段 老师 康出没有涨 确定 2月27在这边 我也不放高空股了 我放一个非常独特的族群 他的股价刚好来到主力的成本 他刚好来到主力成本 来到主力成本 他有必买的一个水里哦 不是长 你现在新加入的 我会带你去买建策吗 不会吧 我带你买联盟吗 不会吧 买上全太贵啦 买微软更贵啊 我找到一个族群 超级好笑的 他刚刚好回着主力的成本 好事即将发生 所以说呢 关键报告 你还没索取 不用预约了 直接索取的 一个小孩好朋友 我们开放最后100份 记得记得 改革保险 播通 再来这种玩家群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其实4月份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哎呀4月份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嘎空 因为熔剑强迫回补 回补你个大头 基本上你不要老是忘了借券这一块 好不好 来再强调一件事 4月份我个人认为台北股市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所谓回马枪 三个月你也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一个所谓验证 不管包括指数的一个所谓空间 10204一直到10735 真的完全命中之外 个股的一个所谓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轮流创下波段上面新高 所以最近有没有看到益龙店非常飙 包括3017的起用也都是一模一样 那问题重点 假设啦 我假设你手中没有那些股票当做主流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我发现了一般投顾老师 一般投资票 你手中一定会有被动元件 一定会有细经 好我再强调这件事情 在两个月以前我就跟大家预告 这一些股票都是什么 都是主力新太空 而且借鉴账度非常非常高 那么今天我跟你玩大一点 在关键报告里面 我讲三档股票 一档叫做6482环球金 一档叫249的华金科 一档叫做2327的国具 这三档股票要怎么操作 我直接把价位 我把答案我放在关键报告里面 那放在关键报告里面 如果你还做错我也没办法 好 第二个部分 这里重头戏再来 杀到主力成本 例如4EXX 什么叫做主力成本 很简单嘛 哇时间不够的奇怪 不要买梁维嘛 不要买建策嘛 那问题回到主力成本梁维 什么叫回到主力成本的梁维 第一道的梁维 我们在了五支材料 来再来一遍 40块9的时候 40块9的时候 我跟你讲梁维 你敢买吗 那问题我为什么在梁维 杀到40块9 我敢买 我敢买 均线盖头反样 我敢买 因为刚好杀到了 一个谁主力成本 1.6涨到54.9涨了13块3 有吧 这边我买 这边我买 对下来因为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准准多 结果活活让我赚了 三支的液水涨铁板 我们要6188的广名 来到38.6买进 所以又赚了一支的液水涨铁板 好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建策你真的不要买 不用帮我的液水会员抬轿 该买的时候要利用几杀买 可是呢 像梁维之前在40块的时候 它是出现下跌状况 这档股票也都是一模样 它回到了一个谁主力的液水成本 你真的不要再错过 你100万要变成130万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我跟你玩大一点 就玩这档就好了 主力成本 就如同梁维 短短七天涨了三支的液水涨铁板 你100万给你变成130万 同样的 我要找到一档股票 你根本不用追嘛 你不要追建策 它已经出现了 因为回档回档 刚好又回到主力成本 主力将即将卡位 无论如何 关键报告会有答案 借改善王贤 播通电话键索取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短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的